尽管贪腐案件已经判罪 但是在政治上 那即似乎并没有随之走到尽头 从他出现的一些场合 还有民众的反应来看 他的声望甚至是已经有反扑的趋势了 政治学者黄敬发在接受八点四热报访问时就指出 其实在马来社会里头 以马来报阳光日报为首的 Ratswar Buster Campaign 打击贪污腐败宣传运动 是打得呼呼声威 有声有色 甚至还大肆传唱一首歌谣 国振乌统将Bosco推出来领军打选战 叫人不得不问 这是不是国振乌统 他们致力要恢复509变天之前 政治就秩序的一个行动呢 另一位政治学者潘永强也认为 从其他政党依然将纳吉当作主要的攻击剑拔来看 纳吉和乌统的旧秩序依然没有解除 选业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 大家还离不开 纳吉 纳吉 依然是我们关心的一个焦点 国盟母黑店也是以纳吉 作为主要的攻击的对象 乃至于马地的不撞 也是主打纳吉的贪腐问题 一代的选择 希望联盟也还是强调清廉反贪腐 还有不要让纳吉回来重新恢复旧秩序 在柔佛州的选举里面 纳吉跟这个旧的秩序没有被解除 依然还是选举的一个焦点 潘永强指出 尽管2018年509大选成功该抄换代 但是2018年并没有解决 大马政治上的问题 因此延续到2022年的柔佛州选举 而当下的政治框架里 大家还是停留 并且纠葛在纳吉的1MDD案件 巫统贪腐 以及国阵会不会重新建立旧秩序的疑问上 那如果国阵巫统在这次的柔佛州选大胜 我国的政治框架 是否又会恢复到旧有的秩序上呢 王金发认为 这就要取决于巫统内部的角力 那取决于巫统内部的角力 一个是Butradaya的巫统 一个是PWTC的巫统 PWTC的巫统是控制柔佛州巫统的 所以如果柔佛州大胜取得三分二 当权派肯定就会顺理成章要求 举行全国大选 而Zahid掌握兵符 可以决定候选人的阵容 那么选后 巫统大胜肯定里面支持或者同情 Najib和Zahid的人会占多数 那么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去对法官 更重要的是对总检察长施加压力吧 会不会要求在Najib被三审定线之后 要求最高援手四面 所以这当中诠释到说 国家短期的未来 另一方面对于火箭在柔佛州选 强调反贪腐不要让纳吉回来恢复旧秩序 行动党柔佛州主席 刘震东受访时就指出 纳吉的Bosko现象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政治当前 所面对的挑战 选民到底是要选择往回头走 还是想要往前走 往过去回头走的就是 卡列诺金讲的 卡列诺金希望说 他说巫统是老大哥 政治稳定只有在巫统是老大哥 巫统参选37席 巫统单独可以执政 巫统不用靠其他人 不用被其他人威胁 所以那个叫政治稳定 然后大家就是想说 马来西亚最辉煌的时代 是他党首相的时代 那这个其实是最后 是逼大家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你现在的角色变成很现实了 不是往回走就是往前走 针对火箭一直对纳吉穷追猛打 马华总秘书张胜文跟Bosko一样 认为这是因为反对党找不到新课题 才不断翻旧账来狂轰纳吉 一点新意都没有 我们也知道说他们不断的 针对纳吉 Bosko来狂轰 就是要重新打回旧课题就对了 因为竟然找不到任何新的课题 就是1MTV啦 Tandu啦 Bosko回游啦 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解散到今天 还是打回同样的课题 令我们觉得说 他的目标是转移到一个没有竞选的 1MTV 1M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